歡迎收看TVBS 2100看世界 我是韋佳琪 那麼晚間呢 當然要帶大家來關心最新的焦點了 那麼就是這三位的總統候選人 今天發表了他們的政見發表會 那麼當然了 民眾黨的總統候選人柯文哲一上台 就批評這民進黨的財政紀律有問題 讓隱藏的債務給增交了 怎麼回事一起來聽聽 大家都知道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我們也不應當這一代把下一代的錢用掉 所以財政紀律真正的精神是我們要思考 我們要留下一個什麼樣的台灣給下一代 我們不能向下一代提款 當前台灣政府在財政方面 最大問題就是特別預算常態化 前瞻計畫8400億 防疫特別預算8400億 軍火500億 那如果再加上那些一般預算的話 軍火也買了一早 那蔡政府這8年來 這個特別預算加起來超過2.4兆 而且大部分是舉債 那蔡政府自稱說什麼 這個財政紀律很好 他說我們還有盈餘 因為收入減支出等於盈餘 問題是他特別預算不算支出 所以才會有盈餘 問題是特別預算借的錢難道以後可以不用還嗎 我擔任台北市長前五年就還了570億 後三年即時面對這種COVID-19 俄乎戰爭通貨膨脹 至少我們要三年領取債 相對之下中央政府的防疫特別預算就8400億 說到這8400億我就忍不住要問你 那為什麼在疫情最緊張的時候 我們的疫苗大部分都是人家送的 包括這個鴻海磁劑 還有這個台積電1500萬劑 外國政府大概捐了900萬劑 包括日本政府400萬跟美國政府400萬 那麼我們就非常懷疑 8400億錢是用去哪裡 所以面對這個財政紀律 我要跟大家講 有兩件事情要思考 第一 欠債是要還錢 如果欠債不用還錢 我現在就跟你借 所以特別預算那些貸款 不是不用還的 第二 欠債是要繳利息的 而且利上加利相當可怕 所以我對這種特別預算 亂花錢你知道 可以聽到在柯文哲主打 民進黨的財政紀律做得不夠好 這樣可能會再留子孫 那當然很擔心的 當然就會是年輕人了 至於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侯友宜呢 那麼今天在第二輪政見發表的時候 他主打的是青年政策 他覺得民進黨虧欠年輕人真的太多太多了 侯友宜是怎麼說的呢 一起來聽聽看 他今天要跟年輕人 相信說現在目前你的低薪 高房價 高通膨 沒那麼小 人家攜帶壓力那麼大 讓年輕人 那裡都不會喘氣 你還做到行政營中 你這事情你沒聽到 我就是覺得你當作無藥沒關係 我 憑良心說這句話 我正小孩 出外 都是國家和財博 養成一個要我效忠國家正義跟榮譽的態度 我有今天站在這裡 讓人參選總統 也是人民發機會 也是大家給我堅信 所以我把人生後面這個開欄 我會在拼 要讓我們年輕人有一個機會和希望 我們好好照顧他三天 所以我提出了一個叫做青年五好康 這個青年五好康 第一個 自你輕鬆安靜 第二個 自你安心生涯 第二個 自你加薪圓明 第二個 自你學費檢壓 第二個 自你公共參與 尤其 做總統 英英 台字靠他的時候 就要和年輕人搬亂到燈 聽他們聲音嘛 所以我中統府到行政院 我會請年輕朋友來當實習生嘛 我會召開青年的國事會議嘛 再再為青年人來想 同時讓網路在發達的時代 我會推一個公共政策的網路插語平臺嘛 超過十萬人 我們就來開公廳會 到底在水會 我們要怎麼來改館嘛 今天 說很實際的 現在年輕人 做完蛋政府 這幾年來 年輕人是過得真的 讓大家覺得政府真的照顧不多 我們是勸年輕人 七年完 民進黨證明你空水無水 年輕人的夢想變身康 那麼幫年輕人發聲 不過最近他們當然就是藍綠白在三方積變當中 尤其是藍白最近都在主攻 內輕得到萬里老家為建建議 那麼今天呢 內輕得也直接猜蛋了 他說接下來呢 要把他的老家做一個信託工藝 未來甚至可以改成這個礦工生活紀念館 一起來聽聽看他是怎麼說的 最近我家的老房子受到藍白攻擊 也引起社會的關注 其實礦區的房子牽涉到台灣礦業發展 歷史留下來的礦工住宅 以及礦工後代安居的問題 合理的解決才是正道啊 不是在多年後只做到認定 既存違建拍照存檔就當作解決 因為礦區內的每一個房子都沒有特權 只有滿屋子的辛酸 這些房子都在區域計畫法施行前 就已經合法存在 礦權廢止後 政府並沒有妥善處理 他們的居住權 無法可申請 年久施修 自行修建 是很自然的事情 所以這些房子應該是 既存建築 和都市計畫內 有法可遵行的違建概念不同 應該要獲得合理的解決 最近我看到礦區內鄉親 擔心安身立命的房子 被視為違建 也擔心被拆除 我感到過意不去 我有責任來協助大家 找出一條道路 保障大家的居住權益 在礦區的居住權獲得保障之後 為了要紀念那個年代 礦工退台灣經濟的貢獻 我願意把房子交付 公益信託 優先作為礦工生活紀念館 侯市長 你的大群館 現在的凱賢院 游走在法律邊緣 竟然申請99個門號 企圖逃漏稅 還向學生收起高價租金 你卻在這裡大談 你如何照顧年輕人的居住權 你願不願意 把大群館交付 公益信託 跟我一樣 免費提供給弱勢學生來居住 客市長 你投資農地 來草地獲取暴利 將農地批刑為停車場 來非法收取租金 你願不願意跟我一樣 把這塊農地 也交付公益信託 免費提供 社區作為公益使用 看完了國內的政治 先帶大家來看看 今天的國際焦點 有什麼重點 那麼就帶您繼續關注到的是 以哈衝突的部分 那麼現在以哈還持續爆發衝突 不過現在夜門的叛軍 不甩美國組成的十國護航聯盟 他們繼續來撐殺 怎麼回事 原來是夜門的青年運動 他們說美國的多國部隊 其實他們並沒有什麼的正當理由 所以他們把紅海給軍事化了 接下來他們可能每12個小時 就要來做一次海上行動 專家就說了 他們試圖讓以色列侵入加薩的成本變高 增加以色列支持者他們的成本 洗腦國際航運的業者 為什麼會講到航運這個部分呢 我們就要帶您來看 其實這個地方 尤其是在蘇伊士運河這個地方 是波灣蘇 歐美戰略的要道之外 還牽動了整個全球的物價上漲 那麼其實包括在這個地方 現在有很多的航運都沒有辦法來航行 那麼價值350億的貨物轉移之外 亞洲可能還會面臨缺軌 歐洲的影響恐怕還會更深 而且它佔全球的輸運量原有12% 液化天然氣更是高達8% 所以這個地方至關重要 不過現在很多的這些商船 為了怕被這個榴彈給撥擊 當然就會繞比較遠 到了非洲的好望角去 只是這樣子一來就要增加很多成本 但現在就連台灣的貨櫃商船 也受到了影響 大型商船郵輪都怕一個不小心 就遭殃捲入戰火之中 從週末情勢惡化以來 四大航運巨頭馬斯基 赫伯羅德 地中海航運公司以及達菲航運 都陸續宣布暫停行進紅海航道 會繞到好望角而行 各家企業陸續跟進 英國石油暫停所有油輪行進紅海 再加上俄羅斯威脅要減產石油 這讓油價硬生大漲 只是這紅海航道可說是全球海運樞紐 少了這一條捷徑就怕上演 疫情後的缺料塞港噩夢 如果以要從歐洲 開往亞洲的貨輪為例 各家選的替代航線 多半是繞到南非好望角 CN也預估最起碼會晚一個禮拜抵達 夜門之前就曾扣留了一艘日本貨船 儘管後來證明和以色列沒什麼關係 但是至今都未被釋放 至於讓各國得想辦法 美國發動說要組多國海軍船隊 負責巡守雅丁灣 鴻海 以及曼德海峽的安全 就是擔心尾巴局勢 會進一步衝擊全球供應鏈 TBBS新聞綜合報導 在尾巴衝突 延燒的同時別忘了 其實烏俄戰爭也持續在開打 而現在烏克蘭比較少了國際關注的時候 他們打算現在還要再征用50萬大軍 只不過美國的援助今年恐怕過不了了 對於烏克蘭來講恐怕有一點辛苦 我們就帶你來看到是烏克蘭總統 澤倫斯基他說了這場戰爭似乎看不到結束的跡象 所以軍方提議再征招45到50萬的兵力 那麼與前線的士兵來輪換 那麼他認為公平跟國防能力跟財政 目前考量到這幾個問題 暫時是被駁回了 不過現在最新的消息是 澤倫斯基暫時先打消這樣的念頭 因為他現在在國內的支持率也不斷的往下探 如果再征兵的話恐怕會讓他的支持率更往下掉 只不過我們帶你看到的是 其實在美國這個援霧加強 美國邊境安全綑綁式法案繼續在談判當中 想要在耶誕節前通過恐怕是沒有辦法了 那麼這錢可能在月底就要花光光了 紐什跟謝納學院他們現在就做出了一個 最新的民調顯示 美國總統拜登他們現在就被問到了 您覺得您對他處理尾巴的態度怎麼樣 有57%的人認為不滿意他處理這樣尾巴的態度 甚至最反感的是年輕選民 那誰比較有能力處理呢 他跟拜登比起來竟然是拜登以46% 贏過他的38% 所以現在白宮也警告了 現在在烏克蘭的援助經費年底就要用盡了 所以現在烏克蘭當然也很緊張 CNN記者到烏克蘭前線感受士氣低迷 在西方援助縮水下苦戰 對面的俄軍還動用了新武器 軍指控俄軍用無人機空投毒氣罐 不斷猛攻讓烏軍退居下風 為了持續抗戰 總統澤倫斯基在年終記者會上 拋出擴大真兵的震撼彈 只是致勝關鍵不只是兵力 還有西方軍員不能斷 佐倫斯基人對美國抱有希望 不過現在美國的原污經費 只夠再撐最後兩個禮拜 然而參議院的撥款協商觸交 確定年底之前不會有結果 只是1100億美元的預算 不只攸關烏克蘭 還包裹了對台灣的援助 參議院共和黨領袖也向同僚喊話 希望明年初能打破國會僵局 T恤宣布導 那麼到現在呢 其實不只台灣的總統大選打得火熱 在美國的總統大選也越來越白熱化了 只不過最近有一個議題呢 讓大家覺得聽了都嚇一跳 那就是這史無前例 在科羅拉多州的選票呢 他們現在是禁列川普 怎麼回事 原來是科羅拉多州的最高法院 以4票同意 3票反對 那麼現在是通過了 川普沒有權利參加這一次的總統選舉 他也是歷史上第一位 是要裁定無權入主白宮的總統候選人 換句話說呢 接下來川普的名字將不會出現在 共和黨科羅拉多州初選的選票上面 他們說呢 根據憲法第14條的修正案 第三款來規定 曾經宣誓支持捍衛美國憲法的人 但是卻參與作爛或反叛的人不得任公職 那麼這裁決將保留到明年1月4號 而且還允許上訴 那麼當然了川普的團隊不能夠接受 他們的發言人就說了這裁決有缺陷 而且不民主 他們會請求暫緩執行 而且他們現在都認為 這就是執政黨民主黨 他們打的如意算盤 立憑重返白宮的前美國總統川普 沒想到卻在科羅拉多州狠狠踢到鐵板 科羅拉多州最高法院罕見援引美國憲法第14條修正案第三款 判決川普因為涉及2021年國會暴動 所以不得出現在科羅拉多州初選的選票上 消息一出正在愛荷華州造勢的川普 馬上說這就是民主黨和左派的陰謀啦 川普團隊也表示將盡快上訴 外界熱議這項判決 只會影響明年3月5號共和黨初選結果 能不能真的重創川普選票 還要看其他州會不會跟進 目前傳出密西根州也有團體 向當地最高法院提出相關上訴 川普在共和黨內的對手 佛州州長迪尚特雖然沒具體回應 不過還是在推特聲援川普 批評這是司法濫用 川普另一位勁敵前聯合國大使海莉 則專注猛攻拜登 不過外媒透露 儘管拜登年紀成為民主黨人最擔心因素 總統本人卻不想扶老 外媒也分析 第一夫人吉兒不斷提醒丈夫 多休息少吃垃圾食物 才有好體力繼續拼連任 TVBS新聞綜合報導 看頭條接下來帶您看到亞洲的日本去 那麼現在日本打算出口美國 他們的愛國者飛彈 怎麼回事呢 原來是日本正打算跟美國出售 日制的愛國者飛彈 包括了PAC2的破片撞擊 還有PAC3的撞擊獵殺 那麼將成為制定防衛裝備 轉移三原則以來 第一次雷出口具有殺傷力的裝備產品 那麼最快什麼時候會有呢 最快將於22日修改這操作指南 僅能產零部件 那麼我們待會看到 是華盛頓郵報最有報導了 日本不會把飛彈直接送到烏克蘭去 而是考慮提供數十枚給美國 因為以便補充專門用於日本啊 印度太平洋地區的庫存 那麼也讓外界開始關注起這些新聞 不過接下來我們要帶您繼續看到的是 這個在日本的東京地檢署特搜部 睽違了19年他們再次出擊 那麼這一回他們搜查的是 日本的政黨派系辦公室 包括了安倍派跟二接派 那麼當然也重創了岸田文雄的民調 怎麼回事來看我們的報告 東京地檢特搜部19號 以違反政治資金管制為由 強制搜索自民黨最大派罰 安倍派親和政策研究會的辦公室 乾杯 報導稱安倍派多名議員 在過去五年將約五億日元的回扣 挪爲秘密資金沒有據時申報 另一派罰二接派 雖然有申報回扣 但仍有一億日元 沒有記載於收支報告 黑金風暴衝擊自民黨聲望 岸田內閣喚寫無效 民調直直落 日本每日新聞調查 岸田的不支持率 已經攀升到79% 支持率則剩下16% 創下1947年來最低水平 安倍民調也牽動日幣 走向日幣對美元 週二重貶百分之零點七一 盤中最低一度逼近 一百四十五元關卡 日本決定維持貨幣寬鬆政策 日本央行希望企業以調新的形勢 讓物價漲幅穩定在2% 專家預估日元貶市 將維持到明年春季 謝謝新聞 宋伯老 不過看到日元 其實貶值那麼很多的 觀眾朋友都覺得說 那當然要趁現在趕快去日本 尤其是很多人想要到日本 趁這個冬季趕快來看雪 因為畢竟台灣比較難下雪嘛 不曉得觀眾朋友 你會不會也想要去日本呢 但是如果要去日本 一定要特別注意這個消息了 因為日本要出現 十年一遇的超低溫 而且要小心大雪 我們帶你來看到日本氣象廳說呢 在西邊的日本 北邊的日本等日本海沿岸 21號開始 整體刮起強風還會降雪 那麼北邊的陸地 還會出現警暴級的大雪 預估28日起才會回溫 這波的強烈寒流 一定要特別注意 因為在20號會流入日本烈道 會迎來十年一度的超低溫 那麼這超低溫 當然也會帶來強降雪 那麼這個雪呢 他們怎麼估計呢 他們說呢 這24小時的降雪量 估計在北海道會有50公分 北邊的陸地也會有40公分 中國跟九州的北部則是15公分 所以一定要提醒 要往日韓去的觀眾朋友 出發之前 別忘了先看一下氣象 那麼一定要做好保暖工作 免得去到那邊沒有玩到 反而還失望了 一架原本在跑道上停好好的飛機 突然開始自行向前滑行還轉向 機更撞翻登機梯 現場狀況宛如靈異現象 這是發生在阿根廷的 和犀牛貝瑞機場 因為當地遭遇強風襲擊 甚至一度刮起時速160公里 相當於15級的強震風 讓飛機竟然可以自行滑行 登機梯同樣也被強風吹跑 最後撞到空貨櫃才停下來 所幸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但有上百架航班被迫取消 鏡頭來到東亞 民眾從頭到腳 包得緊緊的 在狂風暴雪中快步走回家 北極冷空氣南下 日本海一側 從北到南變成銀白世界 從20號早上6點到隔天早上24小時內 北海道降雪量高達50公分 北陸地區也有40公分 北九州則降下15公分 日本氣象廳更發布早期天氣警報 警告這10年一遇的低溫和大雪 從當地週四到週六之間會變得更強 另外南韓同樣也陷入激動世界 南韓全國多地都出現零下的低溫 首都首爾周三溫度已經降到零下6度C 氣象預報顯示恐怕溫度會再往下探 隨著氣溫逐步下降 還可能降下大雪 南韓當局呼籲民眾上下班時 多注意自身安全 TBBS新聞綜合報導 看到很多網友都在討論 天氣看了就覺得冷 而且最近真的有感覺到 冬天要來臨的氣息 雖然很多網友就說了 台南就很好啊 天堂般的氣溫 但是呢其實要大家注意了 因為寒流要來了 尤其是在冬至要來的這一天 這個氣溫可能會下探到7度 怎麼回事 我們請李傑帶我們來了解 今天晚上開始就會大降溫 但是現在還不是最冷的時候 目前預估最冷的時間點 會落在星期五的星辰 有可能會下探到7度 而且呢在2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是有可能可以看到冰線的 那我們看一下這幾天的溫度變化 其實從今天晚上開始呢 溫度是直接走下坡 而且呢最低的時間點 就在星期四的晚上 到星期五的清晨 這個地方呢在北台灣 有可能會下探到7度 大家真的要穿暖 而在下雨的部分呢 可以看到迎風面 在整個東北部地區 降雨的狀況是最明顯的 因此在這邊為大家重點整理 以至從今天晚上開始 溫度會全台一路走降 不管北中南都可以感受到 明顯的下降 而且呢在迎風面東半部地區 其實呢下雨的機會會比較多一點點 而中南部的山區 其實也是有機會會下雨的 另外可以看到最低溫會落在 星期四的晚上到星期五的清晨 而接下來呢從今天入夜之後 就會開始大降溫 會降到什麼程度呢 在北台灣可能會來到12度到14度左右 而中南部地區也會落在14度到16度 而像現在濕濕冷冷的天氣 大家就想會不會下雪呢 不過可以知道雖然呢這個下一波水氣在星期五會來到 不過這個溫度還是沒有達到0度以下 因此目前預估呢在這個北台灣包括台北伊朗花蓮的山區 只要2000公尺以上的高山上面 還是有機會可以看到結冰或者是一些冰線等等 不過可以知道現在呢這個溫度直接走降 大家保暖以後趕快拿出來千萬比照亮了 那麼也有很多網友在討論說這7度是不是還好 可能大家的耐熱冷程度不一樣 但是冬季來了還是要保暖一點比較安全 不過我們要帶您來看到中國大陸的焦點 在大陸的青海跟甘肅發生了6.2的地震 那麼救援行動目前還在持續進行當中 只不過最近呢已經出現了一些沙湧的現象 也就是大量的淤沙湧出 那麼現在也靠大型機具來清除這些淤泥 大陸央視記者前往青海的地震重災區 發現村子原本的一條公路 以及兩側的房子和一塊空地都被淤泥覆蓋了 空拍畫面一目了然 只有一個慘字能形容 這個淤泥是什麼樣子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 單純的地震造成了房屋建築倒塌 或許民眾能藉由倒塌產生的空隙 呼吸或者是等待救援 但這種淤泥整片覆蓋 它填滿了所有孔洞 讓幸存者的生存機會更加渺茫 原來附近的一條河溝 大地震後造成了沙湧 將河溝填滿後溢出 蔓延到附近的村子 情況如同土石流埋村 其實在強震發生之後的話 由於地壳的這種震動 就會把地下這種深處的 這種含水的這個沙土進行這種 有一種強烈液化的現象 那麼這種液化的沙層的話 就會沿著一定的通道 受到擠壓的話 就會直接達到這個地表 大陸武警在青海地震的現場 持續救援 我們中隊主要是擔負一線的救援任務 我們支隊還派出了衛生隊 總隊也派出了這個衛生隊 有這個醫療救護組 有現場的救援組 還有後勤保障組 至於此次沙湧的現象比較多 是否代表著後續可能有更大的地震 大陸專家表示 目前沒有直接關聯 TVB新聞張家寶 陳向如綜合報導 而在冰島的哈加費爾火山 在當地時間週一也來噴發了 不過在這爆發之後 現在專家認為這熔岩的強度 似乎是越來越弱 所以也就讓這些媒體記者們 可以越靠近這噴發口來做連線報導 滾燙的岩漿和氣體不斷噴發 冰島西南端雷克雅內斯半島上的 哈加費爾火山 在當地週一爆發後 現在火山噴發強度似乎逐漸減弱 當局也讓國際媒體記者 紛紛靠近火山噴發出連線 這些採訪團隊距離熔岩大概不到1.6公里處 記者連線時還能看到背後的一團火光 除了記者之外有來自荷蘭的遊客特地跑來 親自目睹火山噴發的壯觀景象 哈加費爾火山這次爆發 劃出一條長達4公里的巨峰 CNN從空中拍到岩漿中竟然在冒炮 專家擔心這可能代表噴發的氣體油毒 火山距離冰島首都雷克雅維克西南方50公里處 從11月開始這裡發生一系列地震活動 當局已經撤離了4000名居民 只是他們究竟何時能回家 還是個未知數 專家說這次火山爆發強度逐漸減弱 不太可能影響到航班 到目前為止當地的國際機場仍然保持營運中 應該不至於像2010年艾亞拉法火山大噴發那樣 造成歐洲空中交通長期癱瘓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今頭再帶您看回來在亞洲的北韓 那麼北韓又在試射了這火星18的洲際飛彈 那麼他們在試射著火星18之後 北韓的中央電視台 還更以13分鐘的專題報導 他們的當家主播李春基 甚至用激動的口吻 一邊罵美國挑釁朝鮮半島之外 也痛罵南韓總統以喜悅 北韓公開發射洲際飛彈火星18的畫面 朝鮮中央電視台說 這枚飛彈曾抵達超過6500公里高空 飛行距離超過1000公里 飛行時間更長達73分鐘 為了這次發射 朝鮮中央電視台 直播13分鐘的特別報導 北韓當家主播李春基 更花了三分之一的時間 批評南韓與美國的軍事行動 李春基還用暴徒與走狗形容美韓軍隊 也重申美國核武器進駐朝鮮半島 讓他們不得不自保 北韓駐聯合國大使金星也痛批安理會 為北韓試射飛彈強行開會是丟臉至極 另一方面根據韓聯社報導 北韓與中國大陸貿易額創下四年來新高 讓北韓有錢能繼續發射飛彈 面對北韓明顯的敵意 南韓宣布將與美國和日本合作 建構北韓飛彈即時監測警報系統 南韓軍方更罕見公開於美國的實彈演習畫面 一發現人型目標就開槍 也被視為是在模擬針對北韓要人的斬首行動 嚴正回應北韓挑釁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好 不知道呢 就觀眾朋友平常如果是女性的話 長頭髮是不是會常常用鯊魚夾 先把自己的頭髮給夾起來 這樣子行動也比較方便呢 不過用這個鯊魚夾要特別小心了 因為雖然這個鯊魚夾有塑膠材質 但是最近也很流行起一些金屬材質的鯊魚夾 那麼在大陸就發生了好幾起 因為夾了鯊魚夾發生車禍 那麼導致後腦勺受傷的意味事故 浙江一名女子發生車禍 導致後腦勺的鯊魚夾直接插進了頭皮 而且非常深 必須要用器械切割才能取出 消防人員抵達現場 用尖嘴鉗和剪刀等工具 將鯊魚夾的彈簧圈扣剪開 再將鯊魚夾齒拔出 女子才能順利接受後續的救治 另外安徽的一名13歲小女孩 因為腳底打滑摔倒 結果後腦勺的鯊魚夾劃破頭皮 還有大陸女子抱著孩子摔倒 鯊魚夾撞擊的後腦勺當場昏迷 鯊魚夾釀成的受傷事故其實不少 偏偏它又是不少女生的常備物品 一翻到基本就開始夾起來了 覺得就是摘起來會舒服一點 就是自在一點 因為配桃散發就是這樣 不過不是很舒服 大陸記者實際做實驗 發現鯊魚夾危險性很高 大家可以看到 這一個橙子在大概60厘米左右一個高度 掉下去的時候 其實是已經完全深深的 扎進去這一個鯊魚夾裡面了 實驗結果發現金屬材質的鯊魚夾 可以伸入果皮 將柳橙的外皮扎得千瘡百孔 想想如果是人的皮膚呢 塑膠類的鯊魚夾也讓果皮出現了凹痕 換言之鯊魚夾傷人 輕则皮膚受損 重则骨折甚至留下後遺症 選購鯊魚夾的時候呢 儘量不要選那種基礎材質的 另外開車乘車運動時不要戴 洗澡時或是一些易摔倒的場合也不要戴 由於人體後腦勺沒有太多的組織覆蓋 相對脆弱 當意外發生時鯊魚夾就可能變成致命武器 提醒艾美女士使用鯊魚夾千萬要小心 TVB新聞張家寶 陳向如綜合報導 現在很多人都喜歡用這深層式的AI 但是加州的大學就提出警告了 這深層式的AI呢 每當你問5到50個問題的時候 它就會來消耗500毫升的水 它的水足跡可以說是消耗得相當驚人 而且它的排碳量可能還跟航空業一樣 以往有事問Google 現在ChatGPT取而代之成為不少人的超級秘書 儘管免費試用 但其實有隱藏性的代價 能源消耗是AI使用過程當中看不見的難題 根據專家預估 衛生城市AI10到50個問題 大約要消耗相當於一瓶寶特瓶500毫升的水 這樣的耗水量聽起來不多 但上億人使用 每天成千上萬的疑惑要解答 用水量就相當驚人 從微軟還有Google去年一年的耗水量 就能一虧一二 趕其核水流或許多水量增長 当使用者透过APP提问 经过数据传输 还有运算提供答案 都会产生大量的热能 因此需要靠水来冷却 但偏偏很多数据中心的区域 气温并不低 根本没有办法利用冷空气 调节数据中心的温度 亚洲的资料中心 用来降温的耗水量 就是美洲资料中心的三倍 Google先前就传出 有意要在乌拉圭打造数据中心 但当地夏天气温 大约28 29度 加上又遭逢74年来 最严重的干旱 根本无力承担数据中心的 水源消耗 一度引发民众不满 搜上街头 现在美国就有超过 5300个数据中心 尽管其他国家的数量 相对而言并不多 但随着AI使用的大幅成长 这样的数据中心会快速增加 预估到了2027年 全球AI需要消耗的水 将高达66亿立方公尺 等于美国华盛顿州 一整年的用水量 不只是水足机 根据华尔街聚报估算 AI的碳排放量 可能占全球总碳排的2% 甚至跟航空业相等 因此专家认为 在全球力推减碳的当下 AI或许也需要被纳入规范 在还没有找出节能省水的运算方式之前 专家也建议民众 在使用生成式AI前可以稍微想一想 是否能改用比较原始的搜寻方式 就能减少AI产生大量碳足机 还有水足机 TV的新闻综合报道 台积电的董事长刘德英 预计在2024的股东会之后 就要来接棒退休了 只不过他说 接下来要回归家庭 多花点时间 陪陪家人 开启人生的新篇章 但外界就很好奇了 接下来台积电要周游谁来接棒呢 有人就点名了 副董事长魏哲家 将会是非常好的人选 就连财经专家也看好魏哲家 接下来可能接棒 台积电美国设厂进度落后 杨利桑那州建厂更遇上缺工 和美国工会爆出纷争 4奈米制成的量产时间 还延到了2025年 台积电面临种种挑战下 20号却突然抛出震撼弹 表示董事长刘德英 将在2024年股东会后退休 将落手离开 引发外界诸多揣测 而台积电新闻稿 引述刘德英对退休想法 他表示希望能退而不休 以不同方式 回馈数十年的半导体经验 多花点时间陪伴家人 开启人生的新天章 而副董事长继总裁魏哲家 将接任下届董作 现年69岁的刘德英 1993年加入台积电 刚满30年 2012年起和魏哲家 担任共同营运长 并从2018年担任董事长至今 如今也将成了台积电 最年轻退休董作 而大刘德英一岁的魏哲家 则是在1998年加入台积电 2018年起接任总裁 五年多以来和刘德英 以双手掌制共治台积电 对外是刘德英负责政府关系 对内则是魏哲家掌握 营运方针 比如说要跟三星争夺 未来的二奈米的定单 客户关系变得是 相当相当的重要的一部分 那这个部分来说 或许就是魏哲家比较擅长的 而刘德英宣布退休后 台积电ADR周二收盘 涨0.9% 道琼跳升251点 台股20号开盘 则再度占上17600点 台积电开盘价587亿元 涨2元 专家也看好将来 八面玲珑的魏哲家 主导的台积电3.0时代 将创下不一样的面貌 提示新闻 水矿山流轩 台北筛马导 友达身为这光电的面板大厂 那么现在竟然传出 新加坡要关场的消息 那么友达也发出声明 强调他们要停止 在新加坡的面板生产 那么今天 友达的董事长 他也出面声明 强调了 的确是会关闭 但是受影响的台湾员工 只有个位数 当工厂的效率 没有达到预期 或是说我们有其他的用途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会做一些调整 神尾面板大厂 友达光电竟然爆出 关闭新加坡工厂 设备也将运回台湾桃园龙坛厂 董事长彭双浪 出面证实 有部分的设备能够使用的 我们一定会拿回来 好好的在新的制程上面去做使用 友达光电也声明 将在本月底结束 在新加坡的面板生产 受影响的500名员工 主要生产线员工 雇用契约终止 部分员工将留守 协助关场后续处理 到2024年第一季 不过这并不代表 友达撤出新加坡 未来将成为提供智慧服务 解决方案的基地 而据了解 一小部分员工可选择转移到 台湾或运南 而彭双浪也表示 本来台湾员工就不多 大概落在各位数 有部分的员工 已经转到新的事业里面去 所以我们也会按照 当地政府的这个法律的规定 我们做适当的处理 外界质疑 难道易经显示器 LCD产业面临困境吗 但彭双浪却看好 还是会蓬勃发展 不过问题还没完 11月底 韩国法院宣判友达采金 因涉及垄断 易经面板价格 两家需致富 约薪台币7.9亿元 赔偿LG 让彭双浪决定上诉犯案 而台积电董事长 刘德英宣布 明年退休 将由魏哲家接手 也在产业界掀起波浪 就连何硕董事长 佟子贤也直言太突然了 但财经专家分析 或许美国厂建厂 一波三折 恐怕让刘德英 萌生退休念头 也在半导体产业投下震撼弹 TB的新闻 徐宽山 柳一生 台北什么的 如果有看韩剧的朋友都知道 这警服工是一个很有名的古迹 那么很多人到韩国去 也一定要去造访警服工 只不过警服工在上周末 两度遭人恶意喷漆 那么警方调约监视器 巡线逮捕到了一对年轻男女 还有另外一对嫌犯 那么现在他们将面临的是 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监视器画面拍到 一名身穿黑衣人士 在首尔警服工外墙上 用喷漆涂鸦 写下免费电影这四个字 消息曝光不到 四十八小时又出现模仿犯 警服工遭到二度喷漆 20多岁男性嫌犯在警服工 西侧银秋门的外墙上 噴上美国乐团名字 以及专辑名称 而且土耀面积长达3公尺 高1.8公尺 嫌犯已经向警方自首 서울 종로警察网 오늘 오전11시45分쯤 경복궁 담벼락에 두 번째 낙서를 작성한 용의자 A씨가 직접 경찰에서 경찰에 출석해 자수했다고 밝혔습니다 警方调越监视器 화면 发现第一次 투야的是 一对年轻男女 犯案后 随即搭乘 寄乘车离开 문화재 훼손이란 거 전혀 몰랐나요? 낙서의 적은 불법 명상 사이트와는 어떤 관계시죠? 임군은 경기 수원시 소재 주거지에서 임군의 연임이자 함께 범행을 저지른 16세 김양도 같은 날 저녁 인근 주거지에서 검거됐습니다 두 번째 낙섭 변화局 지� bewusst 20名专家 展開洗涤 和修复工作 不過要完全 恢复原样 需要至少 一周的時間 KBB 的新聞 綜合報導 局則緊急派出20名專家展開洗滴和修復工作 不過要完全恢復原樣需要至少一週的時間 KBB的新聞綜合報導 隨著天氣的變化 不曉得觀眾朋友有沒有發現 最近身邊的人好像感冒變多了 有人就認為這新冠疫情是不是要回來了 而現在在新加坡跟馬來西亞 當然也是疫情升溫拉緊報 就連印尼也嚴陣以待 我們現在也來看到新加坡的情形 從12月3號到9號已經有56043例 前一週才32035例 上升了75% 住院的人數也從225人增加到350人 他們現在加開治療設施 恢復通報病例數 很多人看到這個都覺得說 好像當時新冠疫情那種嚴重的感覺 好像慢慢又回來了 所以不少人都會很緊張 那麼在新加坡附近的馬來西亞 他們在12月3號到12月9號也有12757例 跟前一週相比上升了88% 確診者現在也要隔離5天 那麼現在在印尼的機場當然也是嚴加把關邊境了 遊客入境如果有症狀的話 你就必須要來做檢疫 入境點啟用感熱掃儀器 那麼為入境客來準備這些衛生設施 甚至他們現在非常的建議所有的遊客 或者是他們的國民 在國內是盡量戴口罩 而且要來施打追加劑 避免這新冠疫情再次捲土重來大爆發 只不過我們要繼續帶您來看到的是 在這個中南海的局勢 現在似乎是越來越緊張了 首先我們要帶大家來看到的是 這南海升溫 中國跟菲律賓似乎開始爭鋒相對了 我們帶你看到的是12月9號的時候 大陸的海警對菲律賓的補給船發射了水砲 12月10號菲律賓的船隻 他們指控陸海警船來撞擊他們 到了11號 11艘中國的海上民兵船進入仁愛暗殺 那麼他們遭到質疑 這是不是一個不尋常的舉動 菲律賓的特遣部隊就說了 這菲律賓的補給任務期間 中國的船隻危險演習 而且還對他們做水砲攻擊 所以導致這局勢是嚴重的升級 菲律賓的參謀總長 現在跟將領直接登仁愛暗殺擱淺軍艦 然後中國大陸就說了 嚴陣交涉暗指 美國就在背後來做一些挑釁跟叫唆 只不過現在呢 穿梭於中非之間的富商當然就很緊張 他也不希望這局勢升溫了 所以現在這菲律賓的首富斯蒂斯就說了 喊話千萬不要敵視鄰國 反而也捲入了美中的競爭當中 小馬可是對中強硬反擊 也引起了很多菲律賓界的企業呢 他們的企業界裡面的一些代表 非常的不安 他們擔心接下來 是不是就沒有辦法來跟中國做生意了 只不過不可忽視的是 中國大陸的確現在已經在崛起 尤其是在海上更是不容小覷 那麼這一季呢 他們就不斷地示警著美國的智庫學者就說了 他說中國大陸正在建造一個新型的核動力潛艦 那麼拜科技之次呢 他們現在在水中的發展 可以說是越來越好了 而且呢他們長期的努力之下 現在已經有水下長城之稱 他們現在甚至可以來監控 美國或是他們盟國在海上的一舉移動 大國角力強軍無止境 舉世聞名的戰俘巡飛彈 近年增添反潛功能後 美國海軍如今著手 讓現役的核動力潛艦都成為載台 劍指當前主要對手 以前之前才是最佳解方 中國大陸潛艦陣容和水面戰力 速度擴張 各界密切關注了洞溝六行 開伐狀況 原因不只是火力和盾味 傳統的舌夜推進的時候 它在低速航程中 它會產生一個低頻噪音 這個低頻噪音的強度非常大 它可以傳播到很遠的海域 所以說後來的發展就逐步向高速航 高航速跟靜音的方向來發展 各國軍方和智庫一致認為 解放軍的新型核潛艦 將陸續使用泵騰推進 加上材料技術和設計的突破 使得美軍在水下降噪能力 不再有絕對優勢 美國最先進的海洋級 公益潛艦為例 它的水下航空機速度 都達到30級以上最大 它的輻射噪音 卻能夠達到95dB 接近於海洋環境90dB 中國目前研發的棒推進技術 其實不只是運用在洞溝六下 其實已經改進到洞溝三型的 河潛艦上 更進一步用在新型的洞溝三級 以筆之矛攻筆之盾只是第一步 早在2017年 北京當局就批准打造船桿網絡 目標是足以在東海和南海 全天候監控水下動態 它當然是宣稱說 進行水下的水文偵測 天候等等這些偵測 其實它的目的可能就是 在周邊偵測美國的潛艦 它的原理大概就是 在水下部署大概上千個 這種很敏感的聽音系統 然後利用水下電纜什麼的 然後各個方式 跟按機的接收站結合起來 計畫被稱為水下長城 據稱中國大陸已經在 關島周圍也進行配置 從解放軍近海防禦的戰略來看 要掌控第一島鏈之內 離岸300里的水域 由岸置火力和龐大的 水面艦隊來鞏固 而潛艦是外層作戰區 最重要的伏擊戰力 用以對付試圖介入台海 或區域情勢的他國兵力 它的水下監視系統 固然可以增加 它對南砂群島附近 周遭水下環境的掌控 但是相較於美軍所佈放的 這個水下監視系統來講 它的效率還是會差很多 因為美軍在第一島鏈 它其實已經大致完成了一條 完整的水下監視系統 它叫做漁溝海底防線 然而類似的概念 早在冷戰時期 美軍為了應對蘇聯 就著手運作 傳言美方因應最新情勢 由於重啟水下聽音系統 而美國海軍出身的學者更建議 是時候廣泛運用水下無人載具 反降一軍 美軍藉由重啟水下聽音系統 那一方面當然是要能夠掌握 平時掌握中共潛艦的動態 暫時提供強大的早期預警 去執行有效的獵殺 更重要的是藉由這些 這些系統的建立 它可以分享中共潛艦活動的情報 給中國大陸周邊的國家 確保這些國家 能夠在重大的議題上 跟美國合作 那像阿庫斯 我覺得也是其中之一 包括貶河英國 協助澳洲打造核動力潛艦 看來早已列入美方捕殺藍圖 只是潛艦部隊退役人員提醒 解放軍也做好準備 見招拆招 那他用這些潛艦巡 能夠形成水下的水下汪塵 汪塵就是三面一圍 你進來的時候我就把你捆死 會發生 會研發出來的水下八卦鎮 水下汪塞巡的包圍 這是值得後續注意的 水下昌塵 已然不是古文明的代稱 放眼現代 更像是地緣衝突之下的 無形避免 體育別新聞何佳陽 憶日甫 台報道 而印尼最近也在面臨到大選要來了 那當然他們現在也面臨到 是撒喀兜的狀況 那麼印尼的選情是怎麼樣呢 我們帶你來一探究竟 包括了你可以看到 執政黨的印尼民主奮鬥黨 他們派出的是前中爪蛙選長 那麼他的支持率大約是兩成 他長期擔任公職 在社群上受到年輕人喜愛 但是原本名列前茅民調的他 最近卻反而被超車了 因為他批左柯威的戰略錯誤定位不明 那現在最受歡迎的就是這一組了 現任國防部長搭上總統 左柯威長子的這一組 印尼前進聯盟 支持率大約是四成 那麼他有一個左柯威繼承人的形象 不過曾經參與鎮壓 留下人權的污點 在他現在用網路幫他重塑形象 也讓他在年輕支持度越來越高 那麼另外一組則是前亞加達省長阿尼斯 他大概是只有兩成的支持度 但是知識分子跟國際觀 讓很多開明派的穆斯林也很支持他 所以現在桑加多的狀態 就要進入到的是 第一輪投票如果沒有人過半 就要進入第二輪投票 不過帶您看回到台灣的選舉部分 其實你可以看到在台灣 那麼他們現在大家也很好奇 到底這個大陸到底有沒有借選 不過台氣聯現在是鼓勵台商 趕快回來到台灣 堅決反台獨 距離台灣大選不到一個月 台氣聯等單位20號在北京 舉辦了台商投資大陸宣傳推介活動 從現場的手冊可以看到 受邀的台灣嘉賓有147人 初期活動的大陸官員 率先發言的是商務部副部長郭婷婷 他提到前三季大陸GDP 同比增長百分之五點二 強調大陸仍是台商投資首選 緊接致辭的國台辦副主任陳元峰 則是就兩岸關係發展方向向台商喊話 雖然沒提到台灣大選 但大陸官方重申反台獨立場 針對近期陸委會多次提醒 大陸藉由活動介入大選 台氣聯會長李正宏有不同解讀 這有一點太過於擴大解釋了 意識形態的意味也太濃了 另外對於兩岸互動交流 會更冷還是回溫 台商也普遍認為 關鍵得看2024大選結果 呼籲說在在這邊的台商 能夠回去投票的 盡量都能回去投票 盡國民的責任義務 為了協助台商台青反台投票 台氣聯和10家大陸航空公司 合作推出優惠的 台胞返鄉團購機票方案 以中國航空為例 北京台北往返只要1800元人民幣 如果自己買 目前旅遊平台售價 單趟就要1740元人民幣 也就是說台氣聯方案幾乎半價 我覺得就意願來講的話 搞不好連八成都有 台氣聯團購機票促銷方案 並沒有和台籍航空公司合作 李正宏表示 疫情後兩岸航點 從以前最多50幾個到現在只剩10多個 增加台商反鄉投票難度 目前仍在找轉機等方式尋求突破點 而立委候選人今天也來抽號次了 只不過在國民黨的台北市立委候選人這邊 是狀況不斷 不斷有人跑錯地方 還有人在現場被撐殺 我們點燃勝利之火 帶隊國民黨小雞抽號次台北市長蔣萬安 擋起台北隊長說要拚北市立委巴西全上 但奇怪怎麼拔缺一 跑到舊人那個地方信義路上 舍很多 抱歉 抱歉 我知道方向在哪裡 而且我知道遠方在哪裡 我也知道中正萬華要往哪邊走 好不好 不要交給一個會迷路的人 交給余美人 對手抓緊機會猛酸落差 但藍營插曲還不只這一個 謝謝 謝謝 羅志強不要躲喔 羅志強作為我競選對手 我們都是大安區的 是誰 台北市長 台北市區立委候選人 OK 朱一鳴加油五號 五告戰 五告戰 九四強 幫對手宣傳也幫自己宣傳 化解這突如其來的尷尬 隨著號次出爐 有人也想到用口號雙殺對手 兩好三壞一出局的這個口號 可以讓我們繼續使用 一開始在賴清德總統候選人 抽到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覺得很親切了 用這種嘲諷 或者是用這種苦手的話 只是一時的話題 趕快加油一定贏 趁著綠營互殺趕快搶攻 只是這回國民黨在北市抽到的號次 都不能想怎樣 台灣雙贏美德雙權我抽到二號 這樣我抽到二號 我就在想 是不是因為昨天在賴皮聊的時候 我是畢業 所以這個魔咒就一直到今天 不能跟侯康一樣抽到三號 沒關係 只要能被選民記得就可以 TVBS新聞陳盛文劉宇俊維佳協 三居小組台北西方報導 TVBS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 那請多好 請多好 晚點